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期谈的是自然界当中的一种特殊的邪气 它具有着强烈的传染性 内伤病因是和外感病因相对而言的产生于我们自身的 比如说七情内伤 饮食的失忆和老乙失忆 这节课我们学习病因的第三部分内容 叫做病理产物性的病因 既然我们把它叫做病理的产物 那毫无疑问 这种原因 它是当我们机体发生疾病以后 所形成的一个结果 这么一个结果返回来 它又作为病因 作用于我们人体 要么是加重了过去的病情 要么是重新引起了新的疾病的发生 我们把这一类的病因 叫做病理产物性的致病因素 病理产物性的致病因素 一共有三个 第一个谈的是水 水 师 谈 饮 一说到水 师 谈 饮 这个词大家应该不陌生了 为什么呀 因为在藏相学说当中 我们多次提到了它 所以先来了解 什么叫做水 师 谈 饮 它指的是我们人体水液 呆泻 障碍 或者水骨 精微 物质 转运 失质 而产生的病理性的结果 两个内容同志们 一个是水液代谢障碍了 一个是水骨精微物质的转运失质了 所以谈到这里 如果把藏相学说系统的学完的学员 你就应该清楚 它和谁有关系了 所以水 师 谈 饮 是怎么形成的 它的结果叫做水 师 谈 饮 是吧 它怎么来的呀 是由于水液代谢障碍 或者水骨精微物质的转运失质 而发生的 回到藏相学说当中去 我们来思考一下 分析一下 回顾一下 谁直接参与了我们人体的水液代谢 谁又在运化着水骨精微物质 对了 一个叫做非水之上缘宣发速降 一个叫做非水之中周 运化水骨精微物质 一个叫做身 主折人体 主折人体水液的主要代谢 那么也就是说 当这三个脏的功能出现异常的时候 就会产生水时弹音 这么一个结果 那什么样的原因 谁可以导致非皮肾的功能异常呢 原因原因 能够导致他们的功能异常 这些原因 那一定就叫做病因嘛 所以你再回来 去从我们的病因当中去寻找 哪一些病因可以引起它呀 比如说六吟邪气可以吗 寒邪 寒则宁可以导致水液代谢障碍吧 寒邪可以伤到皮的阳气吧 可以伤到肾的阳气吧 热邪可以减着筋液吧 是不是啊 他们还可以寒邪热邪 这个风邪等等还可以导致肺的功能异常吧 没问题 所以六吟邪气可以允许 一气可以吗 当然可以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谈到的内伤病因可以吗 七情治病 直接伤及脏腹 影响脏腹气机 是不是起情内伤也可以啊 是吧 我们上一节可刚刚学到的 是不是 饮食失忆 过激了 七血化缘不足 过饱了 气急阻质 我们学到的 劳以 实疑 过劳了 气号 血号 精号 过一了 气急阻质 是不是 是不是这些原因都可以导致肺皮肾的功能异常 最终引起了水湿弹饮的产生 这就是它的形成的过程 啊 那么谈到这里大家可能还没搞清楚 那水湿弹饮什么是水湿弹饮呢 一个一个来说啊 诗 不陌生吧 外干六吟当中曾经谈到过 是不是啊 啊 所以 通俗的简单的来讲叫做 诗为水之肩 逐渐的肩 水呢 为湿之肾 盐中的湿就叫做水 怎么去理解它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蒸汽呢 有蒸汽呢 啊 我们锅里边有一锅水 锅下边里边锅下边有火 那么我们把锅下边的火给点着以后 锅里边这个水就会变成漆 那么这种蒸汽它就是湿 这种湿蒸汽 浴到上面的锅盖 它就会变成水 和锅里边的水是一样的吧 哎 这是两个邪气了 一个水 一个湿啊 然后这个锅里边的水 水开了 我们往锅里边放了半碗米 放了点豆子 最后把它熬成了喜饭 熬成了喜饭 它就叫做饮 所以饮呢是稀的 如果我们继续熬下去 把这个锅里边的稀饭 熬成了稠饭 熬成了八宝粥 它稠了 稠了 它就叫做 潭 所以水湿潭饮 这四个邪气 它是一个物质 四种状态 湿是最轻的 重一点就成水了 水再稠一些就成饮了 饮再稠一些就成了潭了 那么水湿潭饮 从中医学里边 我们又把它粉成了两部分 尤其是潭饮 我们把它粉成了有形的和无形的 有形的潭很好理解了 看得见 摸得着 听得见 比如那个人一咳嗽 吐出来一口潭 这是看得见的 听得见吗 一咳 咳出来的 它或者没咳出来 在气道里边了 我们可以听到它那种弹明音 所以有些患者这个呼吸的时候 气管里边和吹哨子一样 呼噜呼噜噜噜噜噜的在想 这就是弹在里边了 隐在里边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摸得着的 比如说胳膊这个地方 长了个疙瘩 我们一抹圆圆的一个疙瘩 这叫弹核 比如说这个地方长得一溜溜疙瘩 那也叫做弹核 所以凡是能够摸见的 看见的 听见的 这都叫做有形的潭 那么还有一类潭呢 我们看也看不见 摸也摸不到 听也听不见 但是它可是有着相关的症状的 是有争可循的 比如说我们前面曾经讲到过了 说咽喉部有异物感 咽咽不下去 咳咳不出来 叫什么呀 叫霉合气 那么这种霉合气 就叫做无形的弹 再比如说我们前面还谈到了 弹蒙心包 心包被弹蒙住了 能看见吗 看不见 那我们即使把这个地方 把它开个口子 把心包暴露出来 也看不见 有那种弹 把心包给蒙住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弹蒙 因为它有着弹的相关的症状 所以无形的弹是有争可循的 而有形的弹呢 它是可以看见摸得着的 可以听得见的 中意里边把弹粉成了有形弹和无形弹 有形的弹好理解 无形的弹呢 不是特别的好理解 这是我们所说的弹的弹饮的含义和它的形成 那么弹饮形成以后 是由于肺皮肾 他们的脏腹功能失常了 由某一些疾病而产生的这么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反回来作为病因 又会加重我们人体疾病的 或者说形成一个新的疾病 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 水石潭引类 这种病因侵犯人体以后 它的治病的特点 它的治病特点 首先它容易阻碍气机 容易阻碍我们人体的气机 阻碍那儿的气机 比如说 这种弹如果停留在飞里边 如果停留在飞里边 那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弹饮浮飞 当然在飞当中的弹 它有着寒弹 有着热弹之分 那么这种弹学停留到飞里边 前面藏相学说当中我们讲 飞是宣发的苏将的 弹饮一停到肺里边 就会影响到肺的宣发和肺的宿降 所以它自然而然就出现了一系列症状 比如说咳嗽 卡弹 气短 气喘 再严重了 我们就可以听见 这个病人的呼吸道当中 有着哪种拉锯的声音 大家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在疏久寒天 去医院的呼吸科 病房里边去 悄悄的去观察一下 如果呼吸科里边住上几个病号 这个疾病稍微重一点 你可能还没到这个楼上了 或者你刚进到这个楼道里边 你就会听见某一个病房里边 有一个患者在那个地方拉锯呢 他的呼吸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 你可以听到什么声音啊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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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声音 他为什么往进吸的时候是吼 这种声音呢 气罐里边有弹 他为什么吸出气的时候是吼 这种声音呢 气罐里边有弹 就和吹哨子一样 所以我们把他叫做弹明音 有些患者虽然我们在他的体外 听不到他的声音 但是我们把听真气往他的肺部一搭 两个耳朵里边就灌满了那种消明音 和吹哨一样 吼 吼 吼 这种声音就出来了 还有一些人这个肺泡里边呢 呲 啵 一吸气 啊 肺里边有什么 有水液 有痰液 吸气的时候就和小孩吹气泡一样 一吸 那个地方 一个小气泡就长大了 长大长的那个小气泡 啵 破裂了 所以我们拿个听真气听得很清楚 啊 水泡 啵 一个破了 啵 一个破了 这就是肺里边有痰液 啊 那么这些疾病呢 在临床上吸 常常把他叫做气管炎 慢支气管炎 肺气肿 哮喘 支气管哮喘 肺心病 等等等等问题 啊 那么有些人呢 可能还是 咳痰 发热 体温升高了 吐大口大口的痰 是不是啊 呼吸音很糙了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们又把它叫做肺炎 又叫做肺炎 啊 那么相关 痰瘾 浮肺 痰瘾 浮肺的 有一些的疾病 比如说 慢支气管炎 缓解期应该如何来治 就是我们把他叫做慢性阻塞性非病 这一类的疾病 在缓解期怎么样去治疗 我们在一病一讲当中 会把相应的疾病和相应的方法 告诉大家的 再比如说阻碍气急 他还可以停留 他还可以停留到我们人体的咽喉部 啊 咽喉部 如果这种无形的痰停留在我们人体的咽喉部 那么患者就会感觉到 这个地方老是有东西 啊 经常这样咳 咳也咳不出去 咽也咽不下来 老感觉到这个地方有东西 而且常常会随着 情绪的变化而加重 中医里边把它叫做霉盒气 西医里边还没这个疾病 啊 西医里边有一个疾病叫做慢性咽眼 慢性咽炎和中医当中所讲到的霉盒气是不一样的 什么叫做慢性咽炎什么叫做慢性咽炎应该如何来治疗 煤盒气又应该如何来治疗那我们在一病一讲当中也会给大家讲到的啊 再比如说这一种痰 无形的痰 它还可以留住于我们人体的肢体 当无形的痰留住到我们人体的肢体的时候 它就会阻碍我们经络的气急 导致经络气急的不畅 然后患者就会表现出麻木的症状来 还会表现的严重了 肢体的感觉不敏感了 甚至会出现肢体的侦颤 以及肢体的不随 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人在这样讲 说看病的时候 医生啊我这段时间我这个胳膊有点麻 我也没压它 我好好的我没怎么找它 它就是有点麻 麻木 肢体麻木 那么我们常常会告诉患者 说那你做过精锥的片子没 医生患者说了 我拍了个精锥片 人家说我是精锥病 精锥病一种一类 它是压迫了我们的神经 导致了上肢的发麻 恐怕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吧 同志们 但是中医可是有办法的 肢体麻木 和谁有关系 今天讲到我们说和痰有关系 我们前年还讲到了 它和血也有一定的关系 血不容金 这体麻木吗 对吧 再比如说 有些人讲了 说我这一条腿 这段时间经常发麻 还有些人说了 说我这条腿啊 平时有点发麻 我走路走上一脚 我就得歇一会 不歇一会 这条腿就有点疼 而且走路的时候呢 这个腿有点薄形 叫间歇性薄形 那还有一些人说了 说我这个起来走路的时候呢 这个脚踩到地上 不实在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词 叫做脚踏实地 踩得很实在 但是这一类的患者 脚踩到地上怎么 不实在 像踩到什么地方一样啊 像踩到了棉花上 或者像踩在了雪上面 那么很多人可能没有在棉花上面走过 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学员 根本就连个雪都没见过 还别说踏雪是什么感觉了 那你总踏过轻吧 没踏过雪 踏过轻吧 到处都有草坪 你到那个草坪上走一下 那个感觉就是这类患者的感觉 哪出问题了 腰椎 比如说腰椎增生的 比如说椎间盘捧出的 比如说椎管狭窄的 这一类的患者 出现了这种麻木不仁的症状 那么椎间盘的捧出也好 椎管的狭窄也好 腰椎的一系列的增生也好 这些疾病 西医学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真的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那么中医呢 他的办法还是非常不错的 最起码他可以把我们患者的好多症状 给他解决掉 把好多症状是可以解决掉的 那么这些问题 我们将来在一并一讲当中呢 也会给大家一个一个的谈到 这是我们所说的 他阻碍了气机的问题 第二一个呢 弹血睡时弹瘾治病 他的症状复杂 而且变化多端 为什么他的症状复杂 他的变化多 是因为谈隐这个东西 他也是个贼 他在我们人体体内 无处不到 哪儿都可以去 你看 飞里边可以去 邪部可以去 微肠部可以去 肢体里边可以去 经络里边可以去 还可以去哪里来 心脑都可以去 他哪儿都可以去 他去到一个地方 给我们人体带来的伤害 都不一样 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造成一个伤害 一个伤害 一个症状 一个伤害 一个症状 所以他的症状 也就比较多 不畏光 所以他的症状就多了 因此在中医学当中 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摆病 皆有 痰 作虽 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 倒不是说所有的病 都和痰有关系 但是他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临床上许许多多的疾病 都和痰有关系 摆病皆由痰作虽 尤其是在临床上遇到一些怪病 怪病多疏痰 乖病多疏痰 什么病为乖病 你说感冒叫不叫怪病 不叫吧 头疼叫不叫怪病 不怪吧 牙疼叫不叫怪病 不叫吧 为什么 大家见得多了 医生当中很少有人说我从来没感冒过 对吧 习以为常 他就叫做肠病 所以肠病就叫做躲肩 就不怪了 怪病一定是那种少见的疾病 比如说这个人走路走得好好的 嗷一嗓子就倒到地上了 倒到地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抽 多见不 还不知道哪一年才能见到一个在大街上 对吧 你要像在大街上见到一个感冒的病人 那太简单了 你要见到一个人走路走得好好的 嗷一嗓子再走到地上 那就是挺难的 所以少见就怎么 多怪 少见的病就叫做怪病 所以那种少见的疾病 常常我们要考虑到谁啊 痰的问题 比如说 这一类的疾病在我们今天其实也不少见 除了我们所说的像 癫病 癫病 狂病 中医里边的癫狂癫 就是西医里边讲到什么 精神分裂 狂躁症 是不是 还有什么 抑郁症 以及 阳脚风 这一类的疾病 这些疾病确实少见 但是由痰所导致的疾病 今天在我们很多常见病 多发病当中 照样 要考虑到他 而且必须密切关注到他 比如说 高血压 它和痰有着直接的关系 比如说 高脂血症 血脂高了 它和痰有着密切的关系 比如说心血管的疾病 关心病 脑血管的疾病 它和痰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这一类的疾病 在论治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考虑到痰 当然这一类的疾病呢 它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 病理因素也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里边一定少不了痰这个角色 而痰这个角色在里边 还是个主要的角色了 还是个主角 所以如果你不考虑痰 这一类的疾病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挺难治 自古至今 在这一类的疾病当中 我们的老祖宗和技能 都在考虑它 这是我们所说的 它的症状复杂 变化多端 那么这一类的 随时痰一类疾病 它不仅仅引起了痣 它还能引起人的神的时长 比如说 它可以 扰极 新神 可以扰极新神 新神神 神在谁 谁管着 前面我们在藏项里边讲 说新主的是神 所以 所以 新神就有两个位置了 一个是 新神 这个地方 比如我们前面谈到的 谈蒙心包 患者出现了 难难自语 愚愚挂欢 我们谈到了 谈火扰心 患者出现了什么 登高而各 气一而走 不必亲疏 打人悔悟的狂躁症 它还包括了 轻翘 关于轻翘的问题 我多次谈到了 头必须轻 头上面这些器官也必须轻 所以整个头我们就叫做轻翘 如果谈蒙了轻翘 那我们这个脑袋 它就不轻了 脑袋上面的这些器官 它也就不轻了 所以谈蒙轻翘以后 患者人就会感觉到什么了 这个头老是沉沉的 不清楚 整个头上面像带了一个猫子一样 我们把它叫做头重如果 同时呢 自己的反应力 思维能力都有所下降 每天感觉到这个脑袋沉沉的 蒙蒙的 闷闷的 这都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话 还有些人会表现出什么了 眩晕 眩晕 有些人这个眩晕 是坐到这个地方 感觉到天旋地转的 这样动弹的 有些人这个眩晕呢 是感觉着眼睛前面这个东西 在来回袭东的 还有些人比较严重的眩晕 整个看到的东西都是来回飘动 睁开眼睛 它在飘动 闭上眼睛 它在飘动 站起来 它在飘 坐下 它在飘动 躺下 它还在飘动 你不论采取什么样的体位 它都是这种天旋地转的感觉 这一类的疾病 那么从他们的治疗上 一定不要忘记 谈 因为中医里边还有一句话 叫做无谈 不坐宣 一出现了眩晕类的疾病 必须考虑谈 这是我们所说的 他的这个治病的特点 他还有另外一个治病特点 是什么意思 谈血侵犯人体发生疾病以后 他的病失 他的病程都比较长 治疗起来都比较慢 为什么 前面我们曾经谈到过死邪 死刑黏制不爽 他的性质决定了这个疾病的发病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死邪为患 这个疾病的病适都比较长 治疗起来都比较慢 更何况比他还严重的水病 隐病和痰病呢 所以这一类的病血 引起的疾病 从病程上来讲比较长 从治疗上来讲呢 缠绵 难瘀 治疗起来都比较慢 这就是水石痰隐 它的致病特点 好了 这节课我们主要的学习了 病理产物性致病因素当中的水石痰隐 看见是四个词 其实是一个物质的四种状态 所以把它合到一块来 凡是能够引起非皮身三个脏腹功能失常的原因 都可以引起水石痰隐这一类病血的产生 由于水石痰隐 它是疾病发生以后所形成的一个结果 那么它返回来又可以作为病因 去导致疾病的加重 而且还可以形成新的疾病 所以我们把这一类的致病因素 就叫做病理产物性的致病因素 好了 这节课就讲到这儿 来个字幕为了解离 接下来 明确的都是 因为我已经有关于 etap地的血痰隐 www.sor.com 就是 一定要发生相当一定的 使用择暴力 准备 我们会晩4点 我现在 就是